门面殿内 光头男肩膀上披着军大衣 站在木制楼梯上 目光冷军的扫了一眼 地上被诸尾打倒的撞小伙 声音不大的问道 谁家的狗没拴住啊 敢来我老马的殿里整事 秦宇额头冒起细密的汗珠 回头望向殿门口 见到有二十几个人 已经拽门进屋了 并且堵死了出口 我们是警司的 诸尾回过神来 左手摸进裤兜拿出工作证 夹在胸口处说道 无关人等都别动啊 我们是来侦破犯药案的 这谁翻没假药了 诸尾手里握着枪指着柜台 来的时候 我们亲眼看见这几个人正在交易 你看见 你代表法律啊 光头男纹丝不动地站在台阶上 抬手指着门口的人喊 你问问他们 谁看见这屋里的人犯药了 话音落 门口处的二十多号人都没吭声 指手里拎着家伙的上前 已经将三组的人围在了客厅中央 诸尾听到这话 非常尴尬地站在原地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同时也有些胆怯了 因为外面冲进来的人 看着没有一个是擅长 秦鱼短暂地犹豫了一下 迈步上前就要搭话 卧槽 就在这时 刚才被诸尾打倒的撞小伙 扑愣一声坐起身 捂着哗哗堂血的脑袋骂道 高日的 敢在这打我 你别动 麒麟旁边的小伙 指着他喊了一声 壮小伙瞬间从地上冲起 二话不说 抡起拳头 砰的一声 就砸在了诸尾的脑袋上 不动 我去你妈的吧 拿把破枪 你吓死你爹呢 你别动手啊 别动 你这是袭击执法人员 三组人员还算新奇 一见到诸尾被打 立马上前围住了撞小伙 我就袭击你了 怎么的 撞小伙刚才差点没被诸尾砸死 此刻怒气上涌 回头抄起柜台上一把 割箱子交代的匕首 两步窜上来吼道 我操你妈 别说就你们几个祸了 哪怕就是李胖子 再派来五百人 老子不高兴 你们也走不出去 一声怒吼 撞小伙持刀冲着人群就捅了过去 麒麟一直在躲 但没想到 撞小伙站在人群当中 第一个捅的方向 竟是自己这边 因为诸尾见到对方拿刀 立马就横跨一步躲开了 操 麒麟骂了一声 发现自己已经来不及躲闪 只能屁股往后一瞧 想保护自己要害 噗的一声 就在刀要捅进麒麟身体之时 秦宇挤开人群 单手抓住了撞小伙捅过来的匕首 手掌攥住刀刃 鲜血瞬间狂涌 瞬间呈流线状 滴落在了地板上 麒麟惊魂未定地退了两步 目光惊恶地看向了秦宇 沉默 短暂地沉默后 撞小伙愣愣着眼珠子 冲着秦宇喝吗 没有手能钻刀 你怎么刀枪不入啊 说完这句 撞小伙抽刀就要再捅 秦宇左手闪电般扣住小伙的腕子 抬头看向楼梯上的中年喊了一句 大哥 我们不是来找事的 是私里连续接到举报 说这里有卖假药的 我们没有办法 才过来看一看 但是一进屋 你这兄弟就要拿枪 我同事也是没有办法 才还手控制场面的 光头男披着军大衣 弯腰直接坐在楼梯台阶上 低头掏出电子烟也没回会儿 秦宇依旧攥着撞小伙的手腕 笑着继续说 我是刚到松江 也不知道土砂街这边水深水浅 既然是个误会 这里也没有卖药的 那我们就回去了 您看行吧大哥 既然这里没有卖药的 那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光头男吸着电子烟 脸上挂着笑意问道 秦宇闻声沉默数秒 大哥 正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有饭吃 大家相互依赖 都活得不容易 所以最好谁都别为难谁 你说呢 为难你 你叫他怎么样 撞小伙目光凶悍的贺问 光头男吸着电子烟 扭头吐了口黄痰 依旧没有说话 秦宇短暂停顿了一下 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扭头冲光头男说 大哥 在土砂街 我们可能破不了案 但除了土砂街 你们不也得做生意吗 光头男听到这话 手臂略微停顿一下 让他们滚吧 就这么滚 那打我白打了 撞小伙顶了光头男一句 目光阴沉的冲着秦宇等人吼道 想出去也行 你们把上衣给我扒了 挖条跳出土砂街 他们别太过分了 三组这边一向性格很内向的关琪 攥着枪吼了一声 秦宇闻声回头抓住关琪的胳膊 表情严肃的说 跳就跳呗 那有啥的 秦宇 咱们不出去 他们能好过吗 妈的 人多能 听我的 秦宇瞪着眼珠子吼了一声 关琪咬了咬牙 没在吭声 脱衣服 挖跳 跳出去 秦宇回头冲着自己的人喊了一声 楼梯上 光头男突然轻声细语地问了一句 干这一行的人多了 为啥就查我们屠宰街这一家 接到一些举报 上面让我们过来查一查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光头男动作缓慢地起身 迈步向楼上走去 背对着秦宇说道 屠宰街有点乱 还急声 以后啊 没事别往这里钻 外面那么多人 一人统一刀 你们警司上哪去找凶手 话说完 光头男就消失在了楼梯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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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